这是十一百二 就是这个稿子 我以为我要开一百多个方块的 结果半组不到 我开到了 十一百二 效率一百 耐久一百 咱要的就是这把神稿 为什么 因为这把稿子 能让我的EMC值 再也不用发愁 它要搭配上另一个 神奇小方块 咱现在回家 把破烂啊 这些门先放着 财富自由 才能方块自由 而方块自由了 我们才能做到任何东西 想开就开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河豚 之前的续运方块里 是开出来过的 那么河豚方块准备好了 然后咱们再做一个东西 它叫做建筑权证 有了它能快速的搭建一个 非常整齐的货宅盒 这也就是一会儿 我们要发家致富的一个根本 那么现在来上一组 来上一组河豚方块 走到远处 哎呀 来了一波爆炸 不好意思 我们实际是想用这个方块开到什么 兄弟们 没错 矿石 各种各样的矿石 只要它能被石运 所影响的 咱们都要 但是最主要还是钻石跟 这个绿宝石 如果什么都没有 只有青金石也行啊 青金石的价值也不低呢 对不对 也不低呢 牛奶 哇 这本来就有牛奶 算了 这不重要 现在是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排在第一位 哇 精健值 这点如果全吃了的话 估计能涨到四十几 无奈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对青健值没任何要求 就当没看见吧 咱那个就不要了啊 附魔金苹果 哎呦 又给我补了四十五个啊 我才发现 我吃的竟然是附魔版本的 最强版本的金苹果 一会咱们的食物也该更新了 这里边这么多厉害的幸运方块 怎么能吃这种普通的附魔金苹果 哇 EMC值 这可比咱们的附魔金苹果还贵吧 啊 差不多 差不多 哎 咱们现在属于是苹果自由 还剩八千四百万 你以为这就很厉害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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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 认准MCS夜风工作室 你想玩的 这里全都有 根本就不厉害 赶紧给我来点钻石跟绿宝石 我要用我这把稿子 来一波视觉生意 他知道我不想要这么多鞋啊 感谢苦力怕为我清平 不然那堆东西能把我卡榨了 我跟你讲 要不咱加点幸运值 这方块怎么还不出货呢 再开三个 三个之后还不出 我就加幸运值了啊 哎我去遇了 一个亿 矿石还没出来 先开了一个亿 这么多鞋 破鞋一个 来了只小僵尸啊 龙蛋咱就不要了 来离远点 加幸运值 百分百 百分百幸运 掉不掉矿 掉不掉矿石 我就问你 一个箱子 箱子里还丢 还丢破烂 不是你这幸运值白加的吗 好家伙 好家伙 两个亿了 哎 来矿石了 有用兄弟们 管用啊 管用管用 只要加了幸运值 他开始走矿石路线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给我干 我的箭真垃圾 居然还是断石箭 再往这边走点 来来来 兄弟 给我钻石矿石 什么井 瞧一眼 哎 什么都没掉 再来一次 好好好 来我不走 史莱姆这个分身 好像算是一个无敌机制 你看 炸完了 它竟然还在啊 我可以通过这个机制 以后做点什么 新奇的小组件 哎 也不错啊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视频 关注一下叶峰 这个小作者 不然下次 你就刷不到了 别来红石了 谁挖红石啊 比煤炭都便宜 哪能玩刷EMC 这根本刷不起来 好吧 最后几个了 这是啊 二三四五六 六个八个 哎呦 煤炭 我就说了一句 煤炭比他值得 我不是想要煤炭 大哥啊 大哥啊 咱不要这破烂 好吗 我们要的是 钻石跟绿宝石 矿石啊 这两种 有没有 不是啊 我说的是矿石 矿石啊 不是现成的 矿石有没有 不是快 我快疯了哥 我要矿矿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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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